看來沒有太大的影響 對 但是要影響你的一個平衡性 然後影響你對他節奏的判斷 最後一局拼得很激烈 很精彩 可是Andy Sawyer好像體力有點不夠喔 雙方最後一分鐘實際上對體能是一個最大的考驗 Andy Sawyer 也想做一個壓頭做一個西撞 但是這個江富凱很靈活 立刻跑掉 現在又是一個壓住江富凱的頭要做西擊 江富凱要打好最後一段 對 要小心一點 頭部的防守 剛才被打了好幾下 對 要打出去 對 在換旋的時候 頭部防守做好 要打出去 腹擊又過來了喔 好 中風再換旋 哎呀 又被打了一下 然後呢 這個你看到Andy Sawyer就把這個江富凱頭壓下來 要用西撞撞他的頭 差一點點 很危險 第三局Andy Sawyer打得不錯 特別在最後一段時間 江富凱 頂住 頂住 好 最後十秒鐘 是 打出一個十秒鐘 有有有有 10秒 頂住了 吐氣 吐氣 好 加油了 10秒 江富凱 嘴巴張戴開了 江富凱體能 體能確實 體能確實受到了這個 看定勝也不容易 最後20秒 看定輸了還是贏下了 是紅黃的江富凱 棄拳了 那麼勝利者就是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Fighter Andy Sawyer 啊